我们人的毛病就是喜欢看别人的过失 因为看别人的过失 就是让自己烦恼的根源 你越看别人做错事情 你心里越烦恼越难过 时间一长 你就会恨自己伤害自己的 所以学博人的心 不能计较别人的过失 对自己的信仰 要时常经受其考验 我们在生活中为人处事 往往的被他人的态度和行为 改变了自己对人生的信心心情和做法 因为别人的影响让你改变了自己 就游如开车的时候 你如果正在说话打电话 你可能忘了管弯或者去哪里 你就会找不到目的地 希望大家学博人一心学博 少说别人短 多讲自己长 这都是一种好的心态 用现在的话讲 就叫正能量 多说好的 你的心会越来越好 天天看见别人的缺点 你的心中一定有缺点 所以把自己的心弄得越来越纯洁 你就会拥有更好的心态